先來回顧一下第二回合的比賽 躍躍太陽神的AK 可以上懷斯巴德的FLY 不過最主要是剛好FLY進攻的那一波 AK的飛躺就剛好又出門 對 剛好出門 其實馬上做回訪 兵力也沒辦法馬上把這一招從咬掉 應該3號直接就強行咬掉 這樣的話壓力就在AK上面 因為FLY的3號持續引運 所以AK馬上也要撤動一波反壓 但是在撤動那波反壓 FLY就完全做好防守的開始 所以輕鬆鎖住之後呢 FLY大量的拼命再次來到AK家中 就拿下比賽了 所以真的 AK連續兩天都輸給了FLY 那現在來到了賽末點了耶 2比0領先的是懷斯巴德 懷疑要第三回合是由NIFI出陣 有對上的可是最近 如日中天的人皇軟球BO 四連勝的戰爭與選手 NIFI的戰績本機是三勝兩敗也不錯 現在16成的勝率 軟球是二連敗之後拿到了四連勝 四勝兩敗的成績 這四連勝分別贏了鬼手輝 夢幻泡泡輝還有JOJO 以及昨晚贏了爹死兩場 而詹振宇選手軟球BO 他個人電競生涯最長的是五連勝 在電競四年跟電競五年各一次 那現在是電競六年 現在是四連勝 好 交手的地圖是斷葬之谷 好的 簡單介紹一下 點位在畫面中 7點鐘方向的藍色神族選手 華裔Spider的NIFI 對上的則是在11點鐘方向 11點鐘方向的紅色 人類選手躍躍太陽神的BO 對 軟球BO 對 詹振宇選手 他其實成名非常非常早 這邊可以透露他的年紀嗎 他是目前所有選手 選手裡面呢 不是最大的 是排第二的 28歲 年紀最大的是 阿波APROR就是聖書 楊覺鴻選手29歲 不過真的軟球仁皇 成名非常非常地早 那本賽季 他就是躍躍的主將中的主將 那其實呢 目前躍躍二連勝 其中有一場 就是對游一鋼鐵人 他原本已經0比2了 眼看就是0比3要被踢光頭了 但是軟球上來 連贏兩場 贏了灰跟贏了99 之後 最後賽末底是由AK贏了Ian 對 所以今天呢 他們又被逼到牆角邊了 又是 能不能夠由BO來撤動一波反攻 對 他們又被逼到牆角邊了 被逼到卡卡角 又是0比2的落後了 對 那其實昨天這個 NIFI打Chucky的時候 有一個小細節 在前期的小細節就是 NIFI使用的是單兵營開二礦 但是他是先生一隻追獵 他沒有狂戰士 他直接生追獵 所以他沒有狂戰士的情況下 二礦被Chucky蓋了一個電機工程所 導致這個打電機工程所 花了一點時間 所以看看這一場 BO會不會也去NIFI家中 蓋一個電機工程所 來阻止他開礦 NIFI的探射機表示 我想要出去 出不去了 順便打你兩次 對 被關起來 被補給站關起來 現在獨龍磚在鑽它 修到一半來鑽它 那繼續在裡面看嗎 反正又出不去了 對 繼續在裡面看 這邊直接野兵營了 野兵營 軟球 野了一個兵營 加重還有一個兵營 總共是雙兵營的潛壓 那NIFI會不會單兵營開礦 如果單兵營開礦的話 這個就要看他怎麼樣來守 這個雙兵營的潛壓了 軟球 野兵營在距離 三礦位置 對 NIFI家很近 尋 你沒有去尋 那它是尋二礦 尋二礦 對 因為其實尋二礦 也是紀律性一部分 但是比較少會去尋三礦 這邊果然要去蓋電機工程所 看到綠綠的就是電機工程所 那這個開局一樣 NIFI開局是不升狂戰士 你開局不升狂戰士的話 這電機工程所要光靠追列 要打一陣子 所以他遇到跟昨天阿吉 對付他的一樣 對 就剛開場提的一樣 所以 那他又沒有追列 針對他沒有升狂戰士 沒有狂戰士 對 其實剛剛NIFI去尋 就有去尋說我們被蓋 想說剛剛沒被蓋 那我就發現 人家要打很久 因為他沒有狂戰士 狂戰士的話會比較快打掉 所以又一次 又被蓋 又被違章建築物了 又被 同一招用不老的 NIFI被人家打到針對了 就是獨你不會升狂戰士 大概拖了30秒有 所以NIFI這一圈 你看到NIFI現在支援四五百的金礦 沒有花掉 就是原本要放二礦的錢 就卡在那裡 那BO雖然說也有一個兵營 但是家中下一個碉堡 這可能是騙你 騙你以為說我開礦 但其實我待會是雙兵營大量陸戰隊 甚至拉一點太空工程車來壓制你 我在想 喔 有開二礦 還是有開二礦 但是這個陸戰隊的數量 會不會考慮來壓制一下呢 BO這邊有八支陸戰隊 那其中兩支在外面 出來了 這邊六支也走出來了 追列趕快逃喔 你比昨天 追列什麼都沒看到 對 就被點掉 所以這次追列有逃走 但是八支陸戰隊有點多 而且追列還出去 要看追列的操作 好 前線蓋碉堡 要往前甩喔 有兩支追列 對 但是如果一旦站現在家中的話 追列能夠超… 就是能夠走的空間 就沒有那麼大了 會不會硬點 硬點追列 有沒有點掉 點掉一支追列 後面還有很多陸戰隊 現在你體的壓力大了 我好像立場堵住 但是你二礦肯定掉 對 二礦也開不起來 對 這個… 你還是要撐一下啦 撐一下 趕快傳兵撐一下 會不會拉一點探測機 還是真的蓋… 基本上如果二礦蓋不起來 然後不然二礦又有蓋起來的話 你比就… 經濟上就落後很多了 還是陸戰隊數量真的很多 二礦是珠寶是蓋起來 但是… 雕寶也要蓋起來 雕寶也快好了 對 我們同時蓋好 差不多時間這樣 對 我們都有寶喔 對 我們都有寶 你的珠寶我也是雕寶 對 進去了 進去泡沙 這個太空工程是被點掉是不是 所以雕寶最後一刻沒有蓋起來 那陸戰隊數量還是很多 持續在磨 好 這二礦至少沒有被點掉 這靠追列數量應該是可以守住了 這個守住之後呢 其實NIVI可以嘗試做一個反壓 如果BOE加通兵力不夠 或是雕寶只有一個的話 其實這個追列數量反壓 是有機會達成一個效果的 這個BOE會不會考慮 甚至在高地也補一個碉堡來做防守 因為這邊追列應該要馬上反壓 3BG補兵 持續傳追列做反壓 如果人類還是太偷的話 就會換BOE危險喔 NIVI應該覺得很奇怪 那邊怎麼會有走一個機槍兵過來 BOE 所以他也覺得 在尋了 勢有蹊蹺喔 NIVI加裝是雙礦轉的 是機械製造廠跟目光議會 BOE這個真的非常營運喔 雙礦之後直接接三礦 雙礦三基地帶給礦羅非常的多 同一時間人類在提打真科技 重點是剛剛賽平久面講的 這個NIVI的反壓咧 他沒有反壓耶 對 沒有反壓 他後來決定在加裝潘科技 但是他在加裝潘科技的話 就讓BOE有一個喘息的時間了 真的 BOE的三礦經濟營運起來 重點是他潘科技的同時 BOE也在潘科技 所以下一波打過去的時候 BOE就會有打真了 對啊 所以剛剛那個反壓的時間點 其實BOE是沒有什麼兵防守的 對 因為BOE甚至在家中下了一個三礦 那其實NIVI現在經濟還是滿好的 NIVI現在雙礦40支的探測機 那BOE 30支探測機 BOE的二礦是比較晚 但是待會BOE有三礦 所以BOE的三礦 那補工病會比較快 同一時間呢 它還有礦羅 這邊NIVI是雙礦直接跳具 像科技線 所以NIVI是自己守住二礦之後 就心滿意足了 就在家裡研發 他覺得自己經濟能打 所以就選擇潘科技 所以沒有在第一時間 衝瘋狂加巨象 第一時間沒有決定去反壓 對 這一邊BOE要壓 不過這邊這次有立場 我們看一下立場 所以立場說口好大一個人 對 口很大 所以要省著放 對 三眉 三眉 有卡住 卡了上面一點點 逼到石頭角 不錯喔 可以吃掉這個路站 對 可以吃掉 幾乎完吃 這樣的話BOE就滿虧的 這個潛壓部隊幾乎被無損的守住 好 這邊抓OB也抓得很準 這個抓關他的抓到 一把雷達即時就抓到了 對 把關塔給掃掉了 目前 藍色的NIVI人口數72 紅色的BOE是48 對 BOE這邊人口開始落後了 落後了耶 這是散墨點耶 對 如果這一場BOE沒有辦法守住的話 可能就要被直落山了 這一邊 NIVI開始補傳送門了 大家大量刷狂戰士 剛剛這個巨象沒有補 我是可能傳衝鋒狂 我們看他巨象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NIVI的巨象科技 NIVI有下巨象科技 然後現在開始補巨象了 可能是剛剛瓦斯沒有很夠 現在開始補巨象了 再飄一個觀察者過去 對 會不會又被抓到 先從右邊飄 對 因為軟球眼睛很利 就是在移動中的觀察者 他會看到水波 看到山礦 不過這個位置的話 NIVI待會兒正面打過來 應該還是有可能 從二礦來做一個進攻 好 這邊六傳送門在補兵 刷大量狂戰士 但是狂戰士 地面部隊來做掩護 那巨象持續做輸出 那巨象的射程 應該是還沒研發 巨象還沒研發射程 神主也開山礦了 那待會兒就 現在剛剛BALL一度人口落後 但現在BALL是用生化部隊 來追人口 那這邊NIVI是想要揮出 山礦的中後期的部隊 對 NIVI其實也滿喜歡 對 孫達營運的選手 對 所以它是 算是營運型的神主 一個厚片吐司 大眼睛 進來看 對 軍工廠來看 剛剛先飄一個兵銀 兵銀片點掉 現在要飄另外一個軍工廠 雲品的小眼睛 雙方都一直在偵查 對手的一個走向 那我們看一下 目前雙方工兵數 不過這邊已經把工兵數 補回來了 雙方大概都是55到60隻的工兵數 所以在收入上呢 加上礦羅的話 人類收入比較好 這邊空頭位置也是滿刁鑽 但是一邊大部隊在加裝 所以BALL趕快落跑 對 因為現在人口數 已經差不多一樣了 對 對 因為生化部隊 在追人口數是滿快的 對 然後工兵數也差不多一樣 收入也差不多一樣 這邊是一個雙線 這邊剛剛這個空頭有載回來 所以待會可以配合 剛剛在熱礦上面的空頭部隊 待會打一個雙線空頭 頭三礦或頭主礦都不錯 或是三礦打一打載起來 頭主礦 如果數量都差不多的話 就要看部隊它的值 對 就是勾防提升的狀況如何 現在的重點在於 人類要盡情地做騷擾 因為NIFI正在轉這個 聖堂武士的閃電 那如果你等到它閃電轉好的話 打正面會非常 人類打正面非常難打 一定要趁這個閃電 還沒有轉好的時候 趕快能夠多轉一點 算一點 不然等到NIFI的正面部隊起來 待會正面部隊就很難打 人類非常難打 這個空頭的騷擾 這幾次的空頭其實都沒有賺到太多東西 基本上雙方這場比賽 擊殺對方攻擊數都不多 一個三隻 一個四隻 半斤八兩 所以現在不還 但是閃電跟閃線都快研發好了 整個優能風暴 俗稱的閃電 還有閃線都要研發好了 都這邊在提攻防 對 二攻二防 人類的生亡部隊二攻二防 空軍在提一攻 那神族的地面部隊也在提二攻二防 閃電已經要研發好 閃線也好了 閃線好的情況下 這個空頭很容易被抓 要小心 這邊有更好運氣 對 但是剛剛講過這幾次空頭其實 有賺到一咪咪啊 那其實效果都沒有很明顯 喔 一把反饋 還好沒死喔 唉唷 紅血啊 那個剩幾滴啊 剛剛剩29滴 喔 趕快 對 反饋是可以 你有多少能量 就扣你多少血 所以還好那一條電力能量不夠 對對對 我以為是你打別人很重的話 自己受的傷也很重 對 對 把人放下來 抓OB 抓OB 有抓到 代表這邊很想出門 所以先稍微抓一下OB 大眼睛 撞到小眼睛 大眼瞪小眼 對啊 大眼瞪小眼囉 好 搶佔了 薩娜加遼望塔 那 不過我這邊應該也意識到 對方要轉聖堂武士了 所以幽靈特務學院 大概要出鬼子了 所以有機會看到 神族打人類的一個中後期了 那待會有啾啾啾 對 有啾啾啾 跟那個閃電 幽能風暴 鬼子的這個 鬼子也是蠻吃操控的 那要看一下 BALL在操控鬼子上 差一把雷打硬是要把你點掉 這樣子的話 NIFI就沒有辦法掌握在外面 BALL的部隊走向 所以NIFI要開始猜測對方 或是趕快再生小眼睛飄出去 這個BALL抓小眼睛都抓得很準 對 真的眼力超好的了 這個幽靈特務 研發的是鬼子幽靈特務的能量 對 快好了 不過戰具中間有例位置的是 軟球 那NIFI這邊在升傳輸臨近 待會傳輸臨近對方加中 主礦 二礦 三礦 都可以空投一些狂戰士 來對礦區進行騷擾 不過NIFI的這個部隊組成 還蠻龐雜的啦 很多都有一點一點 就是神族中後期的這個大部隊 這個所謂俗稱AOE兵種 所謂AOE就是擴散範圍的東西 待會聖堂武士 它的這個優能風暴是擴散的嘛 變成執政官也是擴散的 巨像也是擴散的 好 這邊會戰了 但是這一個 有點掉巨像 巨像不會被點掉 不過這邊 維巾也被點掉 這邊放了一把優能風暴 不過還好只有放中一把 神族這邊巨像也死了 不過這邊沒有圍巾 所以BOW要特別小心 對 圍巾剩下一點點 圍巾戰機大巨像 扒它頭是非常有力的 對 掠奪很多 這邊看一下三陣型 待會試想一個扇型 來做速度 全部打針了 這個陣型相當不錯 NIFI要特別小心 兩把 但大概只有電到三分之一 沒有電到很多 再往後甩 我們看一下BOW超多 這一把也算有電到 重鋒狂戰型 繼續往後甩 再電一把 但是也有電到自己的狂戰士 小心這個是敵我通勢 而且騎去甩 陣型脫節了 巨像跟不上 這邊 這邊有傳兵 畫面大家傳了非常多狂戰士 這些建築物被打掉的話 人類後方可能沒辦法補兵 所以現在BOW要考慮回首 還是換家呢 NIFI的純屬臨近 這時候要來偷襲了 對 剛剛畫面一直在帶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後方 這個時候NIFI也偷偷地 傳了很多狂戰士在補礦 所以這邊BOW選擇先回舊 目前人口說話 NIFI還反超一點點 NIFI還有180的人口 報到這邊正面 報到這邊神主卡在這邊 軟球 應該是被幽能風暴放中 全部死光光 所以軟球打出了GG 今晚的結果是 NIFI的3比0 3比0 替了耀玉太陽神一個大光頭 報了昨天落敗的一箭之仇 所以這麼一來 NIFI獲得了今晚的勝利 也讓耀玉太陽神 終止了他們的二連勝 那華裔拿到了第三勝 三勝兩敗的 三勝三敗的戰績 先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在今晚的星海 華裔斯巴德是以3比0 替了耀玉一個大光頭 獲得了勝利 而且這邊先跟大家做預告 在下個禮拜六 9月9號禮拜六 預定是晚上的8點鐘 問您現場直播 《未來娛樂台》現場直播的 跑跑卡丁車是由華裔斯巴德 對上台北英隊 SA方賴是由橘子熊對上華裔斯巴德 新海鎮巴爾則是由 游宜鋼田對上華裔斯巴德 而下個禮拜天9月30號 則是跑跑卡丁車 游宜鋼田對上橘子熊 游宜鋼田的跑跑能不能夠拿到 破他們對始紀錄的六連勝 要對上橘子熊 SF則是由耀玉太陽神對上華裔斯巴德 新海鎮巴爾則是由耀玉太陽神 要對上橘子熊 對 也歡迎觀眾朋友持續的鎖電 好 各位觀眾 在今天9月23號禮拜天的 職業電競連賽的轉播 到這邊也要完全告一個段落了 非常地感謝我們的賽事獎品 謝謝展元 同時也非常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我是徐展元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